这个男生在女厕所掏出了手机 正在他欣赏自己的杰作时 旁边又传来了响声 于是他又把手机伸了过去 结果这次直接拍到了女孩的脸 他吓坏了 以为手机刚才不小心进了水 然后等他再次打开手机时才发现 他夺梦啊出 迷迷糊糊中连拱带爬的回到了宿舍 刚进来就发现窗户前有个人影 他赶紧打开灯 又好奇地关上了灯 我倒不会吧 他想再次确认一下 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然后现实给了他致命一击 他盘算着去网吧躲几天避避风头 这是摄友回来了 他让摄友走在前面 发现摄友进去后还活着 便也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宿舍 他想打把牌位缓解一下 因为跟猪队友比 妖魔鬼怪那都不算是 他刚打开电脑 那个女孩又出现了 他赶紧关上电脑 转头看了眼摄友 然后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了电脑 这次他打算鼓起勇气面对现实 于是在电脑上小心翼翼地输入了下面几个字 由于回车键按得太用力 电突然停了 他尖叫一声心想 这下完蛋了 这是上部突然有人在说话 说你叫个屁啊 熄灯了 他长舒一口气 就这样一个大学生 充满阳光正能量的一天过去了 那天刚下课 他就骗来了眼镜哥 说上课时 他听女生说女厕读了 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当代大学生 他想挺身而出为女同学做点事 但不想过于声张 留下太多功名 于是他让眼镜哥在门口帮他把风 他进去帮女生通厕所 眼镜哥很是感动就答应了 来到女厕门口 眼镜哥的手机突然响了 眼镜让他放心的去 自己绝对不会走开 他壮着胆子进去是想确认一下 昨天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根本没有什么女鬼 然后就能打开这个心结 他小心翼翼的打开了所有女厕的门 这是门外的眼镜哥 打电话再谈一个十几亿的生意 一高兴就把他给忘了 他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于是壮着胆子又冬了下去 然后再次掏出了手机 这是昨天的女鬼又出现了 一直跟着他来到了走廊 一点也得逼近了他 然后把他直接拉回了女厕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去女厕了 因为就算他在里面待一辈子 也不会再有女生能看到他了 这是吉林大学黄宝生同学的作品 这几个同学都是在校大学生 我想他们拍这个作品的目的 是为了警示某些男同学 可以进错洗手间 但是千万别随便掏手机 因为很有可能 你将永远都走不出来 这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